刘诗文560万千约龙福环能北京时间9月27日 据央视乒乓球专线记者李武军透露 2018-2019赛季平朝临赛运动员摘牌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举行 三位客级运动员摘牌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举行 三位客级运动员被挂牌 刘诗文以560万转会龙福环能 朱宇玲以805万转会骑鹿交通 王满玉以460万转会山东鲁能 朱宇玲成为了新的女标王 大满贯的主定宁人为北京首刚效力 李武军微博截图今年9月22日 2016赛季的平朝标王刘诗文突然更新微博 吐槽说自己要被武汉百分百俱乐部挂牌 当时刘诗文表示 前几天俱乐部提出把我挂牌 哪个俱乐部会来摘我不知道 我想去的俱乐部自己没有决定权 拍我的俱乐部要出多少钱具体都不知道 一切都变得不索免离 也许我会流拍也许会有一个新冬甲 已经举办了20年号称地表最强连赛 恳请你能定出来一个让运动员能读懂的规则吗 平朝连赛想说爱你不容易呀 2016年9月19日 刘诗文从沙西大土核俱乐部转会 到武汉安心百分百俱乐部 699.6万元的转会费 让更成为那个赛季平朝的标王 刘诗文两个赛季代表武汉百分百争战平朝联赛 军为该队赢的平朝女团冠军 外界担心刘诗文被挂牌后 就像2016年年底的大满挂李小霞那样 刘开后也不 能回山东路能打球 最终导致李小霞选择退役 不过刘诗文今天一五百六十万转会龙福欢乐 广大球迷可以上心了 刘诗文还能继续争战平朝 朱宇林是新科女单世界第一 去年年底获得女拼世界杯单打冠军 目前正也在会投号种子身份 准备参加即将在成都台式的2018年女拼世界杯 朱宇林一八百零五万人民币 成为平朝新标王 也是实至名归 此前距离武军介绍 2018-2019赛季拼朝联赛 将于10月10日拉开帷幕 新赛季的拼朝联赛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2018年10月10日 到2019年1月30日 共进行18轮常规赛的争夺 第二阶段为总决赛阶段 从2019年2月16日至19日 新赛季的拼朝联赛为一周双赛 比赛军在每周三 周六进行 顺职 二 二 一 二 二 二 一